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 这位小伙找对象就想找个马达拉撒的 马达马达拉撒意思 这是东北话吗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有请这位小伙出场 来 掌声有请 全场漂亮 大家好 我叫重海 我是基地省长寿人 今年34岁 我的爱情渲染是 女人一品必须好 耐克阿迪 我受不了 谢谢 好 来 一 二 三 陈叔好 好 大姐妹 好好好 哎呀 咋的 这是回家探亲来了呀 还一堆鼓的说陈叔好 人家来找对象来了啊 哎呀 缘分天使给十六号汪言了啊 我得跟陈凯说说 在你来之前呢 老夏来了 瑞生来了 你知不知道他们俩都为你做啥了呀 都把钱提前量都打好了啊 我看节目了啊 完了我下地来就说给他灭了 对 所以我得等我那个等我大哥来 对 瑞生呢是给他评论了啊对 你适合做大嫂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燕姐我这其实我我感觉我就应该来那个在汪言我俩画个完美的句号 哦 画上一个完美的记号啊哎呀我当时我都说呀人家汪言站在这的时候你行的啥了他俩就卡在哪了你知不知道卡在哪了这是做饭的问题就卡做饭的问题了是吧所以这次就把缘分天使送给了汪言汪言想说点什么我凯哥啊当走到这的时候还是心动的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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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缘分天使送给汪言了但是场上我可知道有好多的姑娘是很喜欢陈凯这种人型的也可以继续努力啊因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都是追究出来的好吧来一起来看陈凯的第一个短片 1 2 3 Let's Go 女人一品必须好 耐克阿迪我受不了 大家好 我是十七一 十三号男嘉宾 情感 我的爱情确然是 女人一品必须好 耐克阿迪我受不了 自从上完节目 我找对象 这点要求全村都知道了 让我妈就能给我熟悉 回去了 来咱俩落落 干嘛呀 借你这货找对象 能不能省点心呢 我咋的呢 啥白裤子反毛鞋 那我就歇那样事的 我看着就上头 你就不喜欢那个好姑娘 就喜欢那个麻辣撒的 连花钱 十一十八十五年五年号 这就是我那个网吧 在路上区青春大街 四百平 在静安路青春大街的话 还有一家 之前四家 现在剩两家了 来牛馅饺子 三鲜饺子 来大盘饺子来嘞 平时我爸也给我照顾 这也是我老爸 我爹厉害 九几年就卖水果了 水果给我床子 谁也卖过我爸 我家在网吧 整整开了二十年了 就卖古县 来过路远区一边 没有不得到我家网吧 我现在白钱 就在网吧收收账 到了晚上就在门口 吃个地摊烤牛肉 那我家庭氛围老好 我出地摊我老婶我老叔 都给我来切肉了 我爸妈那哥们下说的了 老婶啊 过来又卖菜 谁要嫁到我家就想死了 我家都没有红牙的时候 来来老爷你看看 这就我在水果买的一百一瓶房子 你看看这鞋柜 这餐桌 还有这去年我跟我妈在苏州买的沙房 我就要再不结婚了 我都晒黄了 一看我也是赶紧人啊 这以后这沙发这白的 这我都能擦 媳妇一脸都能伸手啊 这沙发都没人坐过呢 这都给我媳妇留着的 我再给你看看我厕所 我买的净了都是在等的 就以后方便 他臭美照应不应 来来老爷 我再另看个一毛钱 我就给他装的 就怕他半夜晚上 回来换衣服迷糊的 他创墙 我给他安的感应灯 还有上面这个射灯 我给你打一下 这个打了之后 就跟模特组替台似的 我喜欢穿啥衣服都好看 还有给他打的放包的棍 你看看这一排 能装多一包 还有给他准备的 装首饰盒的 装裤腰带 不行我这还得晒一下 我一时半会起不了 回来又该晒黄了 好 10号 田地子 你好 小伙 你好 那个我看你短片里面 说你喜欢穿白裤子 你看我金顿袤 是不是你想要那种白裤子类型 是 他这个白裤子 是我喜欢的 我以为你穿白的 你这么说不想干净 因为本身我就干净 我看出来了 他买的白沙发说都不用喜好伺候他伺候我 一看就能看出绝对是干净立正的 你妈为啥说你找喜欢的都是马特拉萨的 我这我刚才问了一下大家没有人知道马特拉萨是啥意思 我妈说的马特拉萨是像李四十那种短裤完了中间露腰的肩膀头都露的 他因为马特拉萨就是在马路上他那个年代没有穿着这么暴露的 就是一丑的就不像好女就不像过在他那个年代不像过日的女人 这么评价的马特拉萨 其实要到我这儿了跟他的年代不一样 我反倒能接受这种 那你这不明显跟妈妈对着干的吗 妈说你找的都是马特拉萨的 对我就喜欢马特拉萨的 是不是意思呀 对呀但是我要听我妈的属于播半婚姻了 那她说啥样的 她得给我找个她年代的那个阿姨 我这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11号小哪吒 那个奶奶说的马特拉萨是这样的吗 奶奶奶 回回来回来怎么变成奶奶了呢 这不我成熟吗 这不成熟吗 成熟的妈妈那肯定是奶奶了 那 这辈儿越整越大了 这不是 这你这哪是找对象了 你们能不能好好的 啊 找出一点了 是那你那你说我管你叫成熟 我在管你妈叫大娘这不行 那肯定就奶奶辈子了呀 对吧 要偷尽你自己啊 我不能 快看看 来来来 梁绪玉你往前 往外站过来 我同价你一方 就是你这个肚子 你奶奶绝对接受不了 就你这个裤子 就跟那个样子狼 给我掏了一样 就你要上你奶家 你奶坐地拿个黑布给缝上 好 你要进我家门了 一进来 哎 奶奶 我妈也得说 哎 妈 这孩子咋来的 他翻墙头进来的 就哭了刮这样的 绝对的 我妈绝对能干什么 你说你作为一个长辈 你这么磕的一个小小小孩 你说你合适吗 给我磕的脸痛红 一个这么内向的孩子 你绝对不像说是孩子 你这巴巴的真能说